民生热评我是宇航 10月10号 福建莆田平海镇发生了一起重大刑事案件 案件导致一家五口 两人死亡三人受伤 伤者当中包括了一名十岁的儿童 犯罪嫌疑人欧金中 在2017年的时候就取得了全套的合法手续 要将自家的房屋进行拆除重建 但由于邻居和村坝的阻拦 房子拆了却一直建不起来 一家人只能住在一间铁皮搭建的临时房屋当中生活 遇到问题的欧金中选择相信政府 多次向各级相关部门信访部门进行投诉举报 投诉之路一走就是好几年 但是几年下来相关部门毫无作为 对他几乎没有提供过一点帮助 10月10号 一场台风掀翻了他们家的铁皮屋顶 落到了阻挠他建房的邻居家中 导致两家再次发生口角 成为了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这名55岁的男人 选择举起屠刀 结束了这几年来的屈辱 当然 杀人偿命欠债还钱 这是老话 天大的理由不能成为违法犯罪的借口 希望警方能够早日将犯罪嫌疑人 缉拿归案 还社会以公平正义 但是说到公平 人家欧金中 手里面拿着合法的手续 但是建不起来房子 这事公平吗 多次举报网络发声 都没能引起当地政府的一点关注 这事公平吗 案件发生之后 当地政府开始高度重视了 发布了一条悬赏通告 通告很长 但是浓缩起来就一句话 对于犯罪嫌疑人 你抓到活的 给你两万 发现死的 讲你五万 这事就奇怪了 一句尸体难道比活的犯罪嫌疑人 还更有价值吗 那如果要是有的选的话 谁不想要五万 而去选择少要三万块钱 既然又能多赚悬赏 又能帮受害人报仇血恨 那难免有些人动了坏心眼 干脆直接给欧金中弄死 然后领取五万块的奖励算了 受到质疑 当地镇政府忙站出来解释 犯罪嫌疑人死亡的 悬赏金额更高 不是为了鼓励大家 去采取不好的行为 来获取奖励 结果你不解释还好 解释完又给大家提了个醒 原来还能用不好的行为 来赚更多的钱 没出事的时候 人家信房 你对投诉内容是 听不清 看不见 当缩头宠物 出了事了 你假情假意 站出来维护世界和平 社会公平正义 昂首挺胸 是不是以为 全国人民会为你们 迅速反应 态度坚决 鼓掌称赞呢 是不是也没想到 搬起石头 砸了自己的脚 本想出把风头 结果丢人丢大了 欧金中是谁 你们查一下就会发现 很多年前 他冒着生命危险 救起落水儿童 而被大家表扬的人 因挽救两条搁浅海豚 而被报社媒体报道的人 几年的上访路 但凡能有一个部门 一位领导 站出来帮一下 这个曾经热心的汉子 他也不至于丢掉 原本的幸福生活 而高高的举起了屠刀 那两名死者 也不至于失去了 自己的生命 那名躺在病床上的 十岁儿童 今天也应该 正坐在教室当中 算着解不开的数学题 而欧金中89岁的老母亲 和他的孩子 也不至于住在 没了房顶的铁皮屋里面 还失去了 自己的儿子与父亲吧 机关单位的不作为 能让领导 躲得一时的清闲 但老百姓生活的希望 可能就此破灭 回顾整个事件 欺负人的邻居 阻拦建房的村霸 说自己无能为力的村委 接到信访 不半截的公务人员 以及丢人现眼到 全国的镇政府 现在想一想 在这起真实的人间悲剧当中 举起屠刀的是欧金中 但是凶手 到底是谁啊